既然百毒不侵之人百毒不侵的原因在于脸上这个图腾疤,那么是不是这个图腾疤能消除了,毒素就能抽离这张脸了,就不再是百毒不侵,也就不能再被拿来当人骨痒了呢。 他也不知道这种猜测有多少种可能,但是哪怕是百分之一他都要争取,这无关美和丑,这关乎他的命运,关乎他的家,他便不能放弃。 听了君北月的话,子晴愣愣地看着他,许久许久都没有说话,只是突然就扑到他怀里去,紧紧圈住他的腰,紧紧地抱着。 他是这么懂他,他还没说呢,都被他看透了。 不要放弃好不好,我们去趟南兆,先把南兆王安抚了,然后我们马上就去姚顺岛。 君北月认真的,子晴重重点头。 好,我们不放弃。 不轻易放弃,哪怕真像颜子说的那样,真的很危险,他们也不要放弃,与其放弃,不如拯救。 历日,在沙丘子的精心照料下,爷吕芊芊终于醒来了。 而爷就在这个时候,君北月和子晴他们正准备出发。 子晴已经失去脸上那层遮丑挡毒的薄膜,君北月亲自动手,连夜打造了一个半边镂空眼具,就像拳头那样大小。 正要遮挡住那个伤疤,是蝴蝶翅膀的形状,银白色,轻盈又牢固。 子晴戴上去,不仅仅不丑,天生冷漠的脸,反而平添了一抹神秘之气,令人见了,不自觉想要接近他,了解他,却又敬畏,不敢靠近。 竹子,之前没有百里尾声下落,估计是出城了。 影子低声来禀,打从沙丘子报告百里尾声进城,他们就没有停止过追踪,可惜至今要无音信。 不用追了,收兵去南兆。 君北月意识低声,子晴凑眉看来正要问怎么回事,这时候耶律千尖突然冲出大门。 韩子晴,韩子晴,你等等我。 然而,当他一出门,看到高高在上骑着马的子晴,立马就愣了,脱口而出。 你不是变丑了吗? 这话,犹如一股从天而降的冷水,将原本的热闹吸出冷却。 司徒浩南追出来,无奈望天。 这个丫头,能不能比哪壶不开提哪壶啊? 全场寂静,君北月冷着脸分明不怎么高兴了,可谁知子晴却下马,大大方方笑道。 全好了,这时候尴尬的场面才有些缓和,可谁知耶律千天就是个直脑的丫头,她又好奇问。 那你怎么戴面具了? 这下子,司徒浩南立马一把捂住他的嘴,即便是迟了,却是紧紧捂住。 大圆场对子晴说,没事没事,他一醒就要见你,现在见着了,你们走吧,我们一会儿也要启程了。 司徒浩南可想跟君北月去南兆了,可是为了他和耶律千天的人身安全,为了不给君北月惹麻烦,他们必须先到大洲帝都的琉璃阁,避避风头。 不仅仅是躲避耶律陈毅的追杀,也是躲避司徒家族啊。 他昨日收到手下侍卫的密函,父亲和母亲听说了这件事,非常烦恼,已经对武林下了逮捕令。 如果可以,他很想现在就把耶律千天打晕了,等到琉璃阁再把他弄醒。 否则这一路上,天晓得他还要花多少心思防止他捅出什么篓子来呢? 耶律千天猛地挣扎着,司徒浩南就是不放手,一边冲紫情笑,一边拽着要离开。 耶律千天双眸瞪得老大老大,拳打脚踢的。 无奈他面对的是一个武林顶级的高手,挣扎只是徒劳。 剑壮紫情笑了。 放开他吧,我想跟他说说话呢。 司徒浩南无奈,只得松手,而耶律千天一下子蹦过来了,拉着紫情的手,交集道。 你的脸真的好了吗?我知道阿克巴楚有一个神医,非常厉害。 要不我带你去见见他,保不准就能治好了,真的。 他根本无心解子情伤疤的,他是着急呢。 神医? 子情纳闷。 嗯,无所不能的神医,什么一难杂症到了他那儿,保诊好。 他叫沙丘子,是隐居在阿克巴楚城外的一个高人。 耶律千千说得认真,他一醒来就顾不上这里是什么地方。 一直到是子情救了他们,一直到子情就要走了。 他立马就没头没脑地冲了出来。 他话音一落,一时间全场寂静。 沙丘子尴尬地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。 而此刻,除了沙丘子和耶律千千,所有人都忍不住暴笑。 沙丘子很自觉走到耶律千千面前,冲他又是贪熟,又是耸奸的,很受无奈。 耶律千千脸皮厚,也不尴尬,就兴兴地撅着嘴看子情。 子情笑得挺不住了。 好了好了,我没事了,你赶紧和司徒回去吧,路上千万小心。 我们能不能跟你们去南兆啊? 耶律千千怯切切地问道。 子情还没有回答呢,背后骑在马上的军北月立马出声。 司徒,你该启程了。 耶律千千狠狠看了他一眼,继续哀求子情。 我保证不着乱,乖乖的,不连累你们。 子情却拍了拍耶律千千的肩膀。 如今你可背负了通奸骂名,对不起啊。 这个丫头,其实一直都为大局着想的,心甘情愿要嫁人。 是他们,拿他来报复耶律陈毅,报复了西京。 虽然也是为他争取幸福,只是,毕竟是利用了。 子情很坦白,耶律千千再笨,也立马就听明白了他们是故意的。 故意让西梁太子撞见,故意带他走的。 他愣愣地回头,朝司徒浩南看去。 你也是故意的吗? 司徒浩南迟疑了,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背低,身不由己的,是和军北院一样故意的,还是早就想这么做了。 他现在也不能给耶律千千完全肯定地回答。 但是他认真道,丫头,这不重要,重要的是从今往后,不管是谁,都休想把你从我身边带走了,除非你自己要走。 耶律千千一感动,立马呜呜地扑了过去,抱着司徒浩南哭。 司徒浩南轻轻吐了一口浊气,挥手示意子情赶紧走,这丫头缠人的功夫可了得呀。 好照顾他,子情低声,正在上马,同军北院一起离开。 而当耶律千千缓过神来,要找子情的时候,一行人早都不见了。 好了好了,我们也走吧。 再不走,一个个找来,我们就完了。 司徒浩南催促道,他现在没空着欧了吧,战争马上要开始了。 耶律千千望着远远的阿克巴楚城,难难自语,他并非是不懂事的。 傻丫头,你真以为自己嫁过去就没事了吗? 我嫁过去,喜良和喜鹰就是轻嫁了呀。 耶律千千很是认真。 司徒浩南唇叛,勾起一抹冷笑。 你真当你哥哥是吃素的呀,以他的性子,你极有可能替他暗杀了完颜烈,还不自知呢。 什么意思啊? 司徒浩南一把把他抱上马,用在怀中,一边解释一边驾马离去。 直到再也见不到人影,沙丘子才缓缓关上大门。 大门一关上,若非熟悉的人根本看不出这是门,只当是一片无缝的隔壁。 岩子被留在这里,最是安全了。 风又起,茫茫黄沙满天翻阳,而整个天地却悄无声息。 茫沙山的茫沙声早已消失了,只是阿克巴楚城里并不寂静。 天晓得完颜烈现在在哪儿,天晓得他如何将消息送到西凉的。 才没几日,北疆便飞迎来军报,西凉国内大有动静,西凉国王请全国之兵力要亲自东征。 报信之日,在西京西垂,西凉国已经调兵数万了,阿克巴楚城此时此刻能不混乱吗? 一收到军报,西京皇帝立马召集了文武百官商议应对之策。 在明沙殿上,一商利就是一天一夜,至今都没有传出什么消息。 而耶律陈毅竟然没有出席,只在当日给了文武百官交代,将所有责任推卸给了大洲和司徒成。 说是军北越联手司徒浩南勾引耶律千千,企图挑拨西京和西凉。 毕竟言止的是,知道的人是少之又少。 耶律陈毅这一说辞还是站得住脚的。 此时,他正在密道里搜查,密道入口被封了,只留一个小小的入口。 他认认真真检查了一天一夜,谁都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查出什么来。 可以确定的是,原本就对明沙山这一处遗迹有所怀疑的,如今又出现密道,更坚定了他的猜测。 明沙山下必定有玄机。 这玄机极有可能可以解释为,为什么明沙山从来不会被风吹散,西北风达到最大时便会发出明沙声的原因。 耶律陈毅企图沿着密道继续挖进去的,却发现,即便自己都用十成内功都无法打破密道尽头的沙土混合墙。 无奈之下,他只能暂时离开,而一出密道口,便迎面撞上独孤贤云,这位本来也该在明沙殿上的大将军。 谁准你下来的? 耶律陈毅道然冷声,这里的存在绝对是机密。 太子殿下,你该闹够了,西凉太子请一国之兵,马上就要打来了,你是不是该去把公主找回来? 独孤贤云冷冷质问。 你这是什么语气,同本太子说话? 耶律陈毅不愿问道,一边拍去浑身沙土。 独孤贤云是西京的大将军,是唯一一个掌握全军兵权的大将军。 某种意义上来说,其实他手中的权力远远大于耶律陈毅这位太子的。 当然,耶律陈毅手中的野狼军也不是好招惹的。 独孤贤云这才后退,恭敬行了个礼。 太子殿下,皇上令属下来请你回去。 所以是用请字,但言下之意,便是如果耶律陈毅不回去,独孤贤云就会用强的。 耶律陈毅不屑一顾,你回去告诉父皇,让那些所谓的三朝元老收收心,现在就要动用本太子的野狼军,还太早了。 西凉和西京这一战,已经是不可避免。 即便是耶律陈前来,也只能是挽回一点损失。 此时明沙殿中的商议,无非是如何应战的问题。 不少老臣子提出,要调走所有野狼军赶赴前线,全力应对,不让西凉侵犯半寸领土。 这不失为一种办法,但是,这意味着阿克巴楚将会失守。 西京面临外患的时候,并不代表没有内忧啊。 野狼军赶赴前线,耶律陈毅的人马便要跟着去。 如此,帝都无人无兵,这种形式下,天晓得会发生什么内乱。 自古有太多太多类似的例子了。 所以不少帝王宁可丢了前线数座城,也不愿意乱了帝都要地。 这一点耶律贤云也懂,然而他却忍不住怒声。 太子殿下,这都什么时候了,你可以不去前线数下去,但是你一整日藏在地下,这可不是一国太子面临危难该有的行为。 这地下,耶律陈毅也没有说下去,而是勾起一抹神秘的笑意。 独孤将军,你记住,这一战一定要拖住时间,越久越好,不管是用什么办法。 太子殿下,属下不明白。 独孤贤云忍着懦意。 这是命令,不需要你明白。 耶律陈毅冷声,说着取出军令,这是父皇赐给他的,即便是独孤贤云手上兵权再大,都得听他的。 独孤贤云是个直性子,却绝对是个死中的将军。 见了军令,立马恭敬领命。 是,属下遵命。 人远去了,耶律陈毅才低声问一旁侍卫。 冬其女皇可来寒了。 说是十日后的,要亲眼见到昭西公主的尸体。 侍卫回禀。 是吗? 耶律陈毅冷冷笑着,转身竟往城外方向去了。 她到底想做什么? 真真令人琢磨不透啊。 不远的城墙上,百里尾声看着耶律陈毅的背影消失,这才摸索起下河。 这小子打什么坏主意呢? 男男自语着,他又朝已经被盖上沙子的密道看了一眼,这才闭上眼睛,扬起脸来。 感受迎面吹来的风,也不知道在感受什么,只听她的语气有些担忧。 快来了,就生一年了呀。 说吧,这才睁一眼,无奈地摇了摇头,转身就走。 这一劫总算是安全度过了,他该回去瞧瞧轩然离歌了。 然而,当他走到沙丘子门口,怎么敲门,沙丘子都没有开门。 喂,老头子,开门,我的人呢,来接人了。 你开不开门?不开门,老子踹踏你的大门。 许久,门内终于传来沙丘子的声音。 吵什么吵啊,人早走了,老夫要东民,不开门了。 走了? 白里尾声愣了一下。 早走了,老夫冬眠的日子到了,早就把人轰走了。 沙丘子又道。 什么?老头子,我不让你看好他的,你居然给放走了。 白里尾声着才缓过神来,大叫一声。 我当初可没有点头答应你,是你自己要把人留下的。 快开门。 抱歉。 沙丘子是一点都不畏惧,他只要不开门,谁都闯不进来。 现在都春天了,你发春的吧,还冬眠。 白里尾声露得脸都红了。 然而沙丘子却没有再多做理睬。 白里尾声沉默了许久,突然阴沉沉开口,声音和之前完全不一样。 沧老沙丘子,阴阳怪气,听起来就像是个怪老头。 老家伙,我警告你,再不开门,老子我堵死你整片戈壁。 这一回,沙丘子没有沉默,却是冷声。 独窟老人,就算你今日毒死我整片戈壁,那也没用,明年再见。 独窟老人? 是的,他正是南昭耀族身份最神秘,最不卖皇上面子的独窟至尊。 独窟老人。 到底独窟老人是他最真实的身份,还是白里尾声才是他最真实的身份,无人知晓。 而关于他的年纪,到底是年纪轻轻的臭书生,还是年纪一大把的臭老头,更是无人知晓。 沙丘子,我们最交情至于如此闭门不见吗? 白里尾声冷冷问,声音不再是阴阳怪气,也不似平素得耳郎当, 而是冷冻得如同极地的寒冰,令人听了不自觉发寒。 这或许才是他最真实的一面吧。 这话分明说中了,以至于门内的沙丘子迟迟没有回答。 药和毒本就是一家的,因为沙丘子几番到毒窟求见,切磋医术、夺术, 所以两个人才熟悉。 那时候的沙丘子都还不知道毒窟老人就是白里尾声。 直到有一次,白里尾声到这里来找他,才揭露了自己的身份。 全天想,除了毒窟里那个贴身伺候毒窟老人的药桶之外, 也就只有沙丘子才知道白里尾声就是毒窟老人, 毒窟老人就是白里尾声这个秘密了吧。 白里尾声阴沉着脸没有再说话, 而许久,沙丘子才道, 老伙计,回去吧,咱们明年再见。 说吧,只听屋内传来砰的一声巨响, 分明是密道的门关上了。 而此时,白里尾声的手不知何时已经握成拳, 抵在隔壁门上一双眼微眯, 练进了危险之息。 他喃喃自语, 回去吧。 或许是沙丘子有一透露, 或许是他的怀疑, 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。 片刻之后,人影一闪, 便消失不见了。 也不知道白里尾声是回南兆去, 还是找轩缘黎歌去了。